小社区大改造今天记者带大家到云林县的成龙村 这里居民原本赖以为生的农田 因为地层下陷海水倒灌 将近20年来积水不退 现在变成了一大片的湿地 当地居民一度对于家园失望 除了任命都不晓得应该怎么办 不过现在有一股希望的活水注入这里了 因为村民正在学习生态保育的观念 希望接受现况把成龙村转型为 副教育性的生态社区 重新建立起家乡的价值 海水倒灌 然后它就渐渐的淹水 然后积水不退 它现在变成是冬候鸟很重要的栖息地 这个湿地跟村子 它会变成是一个环境学习的场域 不只是看候鸟 那你可以来了解什么是地层下陷 什么是全球暖化 这片位在云林成龙村的湿地 是将近一百公顷的农田淹水 二十年来无法耕种换来的风景 被居民放弃的农地 现在却成为台湾重要的候鸟栖息地 能够化危机为转机 是因为2009年的一项计划 文物局它开始思考说 有没有可能更进一步的 是让当地的居民 更能够去认同这片土地 所以那时候它就邀请了 官树教育基金会进来 带动当地的居民 大家一起来关心这片泡水的土地 官树基金会排除任为干扰 让这里自然富裕成保育湿地 希望务农起家的成龙村 能因为这块湿地转型为生态村 重振居民士气 家园有了新价值 风貌也开始革新 官树基金会每年邀请 各国艺术家和村民 以生态为主题 巷弄角落为舞台 发挥创意巧思 替原本老旧的成龙村 制造亮点 我们有很多人来 来在摆 来在摆 来在那里 老长辈们感受到这些装点 带来了活力 但对于家园 漫向生态之路 却还没认同 不知道 我还有小姐来 在那里 在那里 要不要叫我扑 那我发电影 生活不差了 成龙村的土壤盐分高 农作收成一直不好 所以官树基金会 除了保育湿地之外 正义出动 还有谁没有拿手套 还带着孩子做土壤改良计划 希望改善村民的生活 也让孩子们从小就把生态融入生活 进而认同社区 让这些活动成为他们儿童时期的重要生命经验 他们长大以后可能就会对有环境的变化 议题就会比较重视 然后就比较会愿意花心思跟心血去管缓这样子 晚上八点了 家长们带着孩子来参加官树基金会的读书会 我们这张的大纲有讯息 今天讲的是生态导览 书本的内容很艰涩 但学员依旧很认真 因为在讨论的过程中 大家更了解自己的村子 也凝聚了发展生态的共识 希望为下一代创造更好的环境 成员中的这位郭明媛 是串联社区力量的灵魂人物 两个礼拜一次的傍晚 郭明媛号召读书会的成员 带着自己的家人沿着师地捡垃圾 透过例行来表达对社区的关怀和支持 我们现在失去的农地 是已经不可变的事情 那我们要学着去接纳它 也许它会有更好的发展 虽然成龙村的改革 离成功还差一步 但居民在过程中建立起来的感情 和对乡族的爱与信心 其实最珍贵 一步一脚印 这群居民的小小行动 正推着成龙村 迈向新的里程碑 也在容易拿走 这里是马上一步优独播剧场上 后一直也用作到 这一步优独播剧场上 获得非常好 就是关键 双登山 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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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